大家好,我是瑞姐 镜头里的这座桥 是位于北京颐和园的十七孔桥 它由17个桥洞组成,全长150米 将昆明湖的南湖岛与东堤连接下来 桥洞的这个亭子叫阔如亭 它是我国现存最大的古亭类建筑 十七孔桥始建于清朝乾隆年间 是仿照著名的卢沟桥所建的 虽然不如卢沟桥的年代久远 但是桥孔比卢沟桥多了六个 桥上的十狮子也比卢沟桥多了四十多个 北京有句邂逅语说 卢沟桥的狮子数也数不清 卢沟桥上的十狮数到最多的时候是502只 而十七孔桥上的十狮 大大小小一共544只 分别雕刻在桥两边的望柱上 关于十七孔桥有很多奇妙之处 首先桥为什么是十七个孔 古代帝王不是中爱极数九吗 您仔细看一下 桥孔无论从桥的哪一端开始数 数到中间最大的一个孔 都是第九个 这也充分彰显了古人的聪明与智慧 十七孔桥的长度是150米 比卢沟桥还短了一百一十七米 那么为什么它比卢沟桥上的狮子还多呢 仔细观察您就会发现 这里的很多雌狮都带着幼狮 这些娃娃们有的在怀抱里 有的在背上 还有的靠在身边 围绕他们的妈妈 嬉戏玩耍 有的雌狮身边 甚至围在好几只小狮子 而在卢沟桥的望柱上 单个的雄狮比较多 所以这里的狮狮也就比卢沟桥 多了几十个 十七孔桥还有一个奇妙之处 这里的狮子都坐在一块 四脚下垂的毯子上 您知道为什么吗 原来狮子并不是我国原产的物种 是从波斯、京、丝绸之路 传入内地的 有些狮子雕刻的很威武 让人感到一些猙獰 而十七孔桥呢 它地处皇家园林之内 这里的狮子 好像帝王养的宠物 把它们放在毯子上 一方面显示了身份的尊贵 这样一来 小狮子不仅没有凶相 而且个个都显得非常可爱 营造出一派温馨祥和的气氛 关于十七孔桥的这三个奇妙之处 您明白了吧 谢谢大家观看 喜欢我的视频 请关注评论 转发点赞 我们下期再会 拜拜